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老亮看电视 我是老亮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这部电视剧 是在1999年在央视热播的一部历史题材的电视剧 那就是根据著名作家二月和的著作改编的雍正王朝 那么提起这部剧 咱们有一些看过的观众朋友 肯定记忆犹新 因为在十年前那个时候 雍正王朝创下了央视收视的一个奇迹 收视率非常高 而且这部剧当时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就说这到底是不是一部综于历史的证据 那么我们说一般的电视剧电影都有这特点 你这个争议越大 它往往收视率就越高 像电影都是争议越大票房越好 那么雍正王朝当时在历史学界 在这个老百姓间在学者当中啊 引起的争议都非常大 那么这部剧在当时火爆是有一个特殊背景的 什么背景的 那个时代 1999年那个时候 首先有一点 就是在他之前的 有关于这个清朝题材的电视剧啊 都算不上证据 基本都是细说的 你比方说细说乾隆 比方说宰相刘洛国 都是有时有历史其人 但是拿了咱们现编 把它改成细说的东西 所以当时呢 清廷的电视剧比较多 包括环渡格子这不也是吗 所以有人戏称啊 1644年清军入关 最大一个贡献 给中国电视剧行业带来了繁荣 什么意思呢 就讽刺啊 这个搞电视剧创作的人呢 一劲玩这个戏说 也确实为什么那么多人玩戏说 这是有原因的 咱们以前的老梁看电视节目 给大家介绍过有个电视剧叫新兴 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 后来为什么这类题材就不见了 因为这类题材 你要往上匆匆上报 这个审批过程当中啊 各种门槛都比较高 很多拍电视的想 我废车镜干嘛呀 我和我弄点省事去呢 哎 那么历史题材也是如此 你拍证据啊 容易跟现实之间照应上 很多这个题材呢 就在审批过程当中挺麻烦 细说就规避了这个 等于挑个轻火干 所以当大家看惯了这些细说之后啊 就对于这个历史证据有一种渴望 哎 正好雍正王朝出现了 所以雍正王朝在电视剧受众当中 一下子迎来了一个火爆器 大伙对细说呢 已经腻了 要看看这个 再一点很重要 当时啊 改革开放呢 已经进入深化阶段 那么改革过程当中 出现的一些弊端呢 也开始在社会上显现出来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有一些类似啊 比方说反腐啊 比方说民生啊 这些话题呢 在新社会也成了我们热议的话题 那么在雍正那个时代呢 也有类似的一些问题 所以那么这两种时代 结合到一块呢 雍正皇帝啊 以雷霆手段 行菩萨心肠这种方式呢 经过电视剧的美化呢 很多老百姓看着觉得痛快 终于说出心里话了 原来你们咬牙切齿的 并不是田文静 而是朝廷 一体当差 一体纳粮的新政 是不是啊 回答真 是还是不是 是 皇上在河南 实行一体当差 一体纳粮 本就不是可行之政 否则 为什么要实行呢 可恶的是田文静 一味逢迎 使得读书人的脸面 荡然无存 国家的元气大伤 皇上 尸身的不当差 不纳粮 是千百年来的成立 请皇上恪守 赌制 罢了田文静 这个小人 取消一体当差一体 纳粮的必正 则天下太平 请你们也配说 天下太平 国苦空虚 百姓独担赴税 朝廷连赈灾的钱 都拿不出来 可是什么呢 田是他们的多 差役一点也不当 赴税是一文也不交 任凭国弱民穷 这样的成立 这样的组织 难道不应该改吗 不应该改成 为上至于下于不移 这是圣人的话 怎么以为重呢 又是谁的话 所以说他也迎合了不少人 希望深化改革的 这样的想法 所以这两点创造一块 等于创造了 这个雍正王朝的宗师奇迹 只要朕还是皇上 绝不容许你们这些 只会说假话 说空话 不干实事 不顾前大局的读书人 在这妄言乱政 把你们这些折子都带不去 朕一个字也不看 一个字也不准 有些学术家认为 这根本不是证据 这其实也是一种 另一种形式的细说 说给雍正翻案 但其实翻过头了 很多历史学家 是这么认为的 那么说这部剧 到底是不是一部历史证据呢 咱今天得给大伙 结合剧情好好说说 那么雍正的传奇呢 有两点挺传奇 一个是一进 一个是一出 何为一进一出呢 这个进呢 指的是他怎么当上皇帝 这出呢 是怎么死的 这两点呢 都是历史学界的两大迷案 所以一二很有传奇色彩 比方说这一进 这个雍正当皇上 说时候不晓了 他是康熙的四皇子 当皇的时候就四十五岁 在位十三年 五十八岁时候死的 这不奇怪 这是天下第一号的苦事啊 你们中有谁愿意做这个皇帝 今日当众说出来 我让位给他 朕的这些干戈肺腑之言 就是说啥也有人不信 但朕的心 天知道 那么说他怎么上来的呢 说他又不是大阿哥 也不是二阿哥 又四阿哥怎么上来的 据说呀 说这个康熙死的时候 草拟了一道诏书 说要传位于十四阿哥 据说这个四阿哥 就是雍正啊 起了主意了 说我想击位 怎么给他怎么办呢 连夜篡改诏书 传位十四阿哥 这十四 他这十字上做了文章 上面加一横 底边加一勾 变什么传位于四阿哥 所以这皇上就落在这雍正手里 不少传闻都围这转 那么说他这进了这个 有根据吗 其实没什么根据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清朝时候啊 皇帝草里重大事件的诏书 一般都有三种文字 第一种是汉字 第二种是满文 第三种是蒙古文字 因为当时满某一家嘛 康熙先生就有蒙古血童了 所以你想想要汉字篡改这荣业 实上面加一横底一钩 干钩鱼 传位于四阿哥 那满文猛文你怎么篡改 一对照着来这么露馅的 所以说这个说法 是小说家的一家之言 不足为逊 就是他上来 其实跟什么有关呢 有的朋友对清廷历史比较了解 知道 大阿哥呢 不算正出 二阿哥呢 是正出 但是二阿哥呢 作为太子来讲呢 呆地也不消停 最后康熙是两利两废 到底还是把他废了 所以应该说上边的这种争斗 他几个哥哥的争斗 使这皇位呢 渔翁得利 落到了这个用政水 朕把这千军重担 交付于你 朕相信 你一定能够刷新理智 匡布朕的过失 善待你的兄弟 善待你的臣民 不是万不得已 不要伤害他们 我们都是皇上的儿子 这时候就见他一个人 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对 不行 让我们进去 让我们进去 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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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怎么当皇上这点 我们应该从历史角度来讲的 这个雍正王朝的 基本上还是诸于历史 传为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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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 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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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都别哭了 花吧 花吧 刚才你说传为给谁 我们都没听见 你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 花吧 老婆 你跟着花吧 不能说话 你何必多此一问 在场的什么情形 黄阿玛说传为鱼 四个 黄阿玛 黄阿玛 谁听听了 谁听听了 是十四个 不是十四个 对 是十四个 十四个 十四个 胡扯 放屁 你放屁 你放屁 那么这是这个剧 出呢 更有意思 说什么都有 这个电视剧里头呢 是说这个雍正啊 得了病了 就死了 在位十三年 为什么得病呢 操劳成疾 这雍正在位的时候 这有历史记载的 每天都要批奏哲 工作的深夜 一年下来啊 除了过年那天 还包括这个 自个生日能写 剩下的时间 基本每天都是 工作的很晚 而且他批奏哲的字 一倍累加起 得有一千多万字 你要说这个 勤于政务日理万机 雍正在这方面 是个劳动模范 说这么干活 累得慌 最后累出毛病来了 这电视剧里 按这个版本 那么历史上 有几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 说雍正啊 服丹药 都想长生不老吗 那个丹药 其实就是化学成分很足 那么最后他中毒了 信了一些道士 这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呢 为小说家广泛采用 什么呢 吕思良杀雍正 这我小时候就知道 怎么着 当时梁宇生 有本小说叫江湖三女侠 以前化本小说呢 还有一个叫 吕思良赐雍正 替自个儿 是父亲呢 还是爷爷 报仇 结果把雍正脑袋砍下来 说雍正这么死的 后来人找根据 说1981年的时候 我们说雍正葬到青西岭 就陷在这个河北溢县 狼海山那边 说这个1981年的时候 要起棺材 说里头没起开 就撂下来 后来有民间传说 说一看雍正真没脑袋 上面还一夹脑袋 不是真骨头的 你看 说这脑袋像 吕思良能走了 其实这些 从历史学家考证 基本属于物济之道 所以说这雍正死 留下好多谜团 说为什么雍正 这一生一死 进来出来 会有这么些说法呢 一个主要原因 雍正在历史 故老相传 名声不好 怎么个名声不好 都说雍正横征暴敛 采用酷吏 来管制百姓 大清文字语 杀尽天下独书人 反正雍正 没干什么好事 那么说雍正 王朝里边 可把雍正写成 有道明君 这就是历史学家认为的 给雍正翻案 因为确实雍正一辈子 有过一些过失 可是他确实是个 兴力除弊的改革家 亚乎蔡氏口星星 这 上书房再下一道明证 通知各省 让那些试图通过保诺民 而继续拖欠国库欠款的人明白 再耽搁欺骗朝廷 拖欠国库欠款 诺民就是榜样 在京四平以上官员 都给我去刑场观展 大家一起给这两个茉莉 送送行 一个也不准告假 走 好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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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人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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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康熙年间 康熙死的时候 国库白银也就剩下六七百万两 等到这个雍正死的时候 给乾隆的时候 国库白银上千万两 高峰说达到五千万两 也就说我们说呀 说是康熙乾隆年间是盛世 没有雍正这一搭桥做不到 所以叫康雍前盛世 那么说为什么雍正 这么多人骂他呢 什么原因呢 雍正在位的时候 他的改革措施 他其实跟我们如今也一样 改革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 你碰他这利益谁不愿意 所以说你触动他的利益了 这些人就不愿意 那时候应该说是雍正得罪不少人 去酒赌博 斗吃吃斗锅锅 不会起码不屁修剑 还不想做工 不要务农 按月零两米 到时候还要聚在一起 造谣城市 这就是我们齐人 现在十几个省都在推行行政 很多省份都已经见了成效 这难道只是汉人的事吗 早已满汉一体 齐人更不容例外 齐务要整队 齐人再不容游手好闲 做靠国家来养活他们 再赢的 天天要操练 不再赢的 有户部剥给填土 总之一律要自耕自重自欺 也不能吃老祖宗的 你就白吃白喝 所以你看 把齐人给得罪了 他推称就要 世神一体 你什么当官的 你是什么读书人啥 你都一样得纳粮 这把读书人给得罪了 任何人 不管谁 干扰新政的推行 朕绝不让步 绝不呼吸 哪怕是得罪了 全天下的读书人 朕也在所不及 你比方在这里的 还有的 后来他推行的 贪定入母 这个政策 又把一些大地主给得罪了 他这火号归功 堵死了贪官无力 贪钱的途径 把一些官员给得罪了 奸商们用一两银子 买两千智钱的代价 大量收集 融化重练 到了通信去卖 一转手 就是几倍 十几倍的暴利 国库是按银收税 乡前百姓的手里 没有银子 他们就只好 以两千智钱 换一两银子的官价 以智钱交付国税 可这两千文智钱 到了贪官污吏们的手里 他们便立刻兑换成二两多银子 他们只需上脚薄乎一两 另一两多便落入了他们的腰包 这个火号贵工咱们现在有不少朋友不知道什么是火号 过去你想啊 交税搁什么银子 铜钱 那么把这银子交税所筑成官银呢 我们说这把它溶解了再化了 它有一定损耗 这个损耗多少呢 也要从税里往出补 一般来说住一两银子呀 这火号可能一钱都不到 但是有些贪官无力呢 既然都向老百姓征书 一两银子火号它报五六钱 一半都是损耗 这五六钱也得从民间出 把这钱捞上来可得好 贪官无力自个儿留着 那么到雍正这儿不能这么干了 怎么干呢 你的火号全归工 工姐给你定 比方说住一两关银 火号是一钱 好 这些都定好了 多收也行 比方一钱五行 收收之后这些都归工家 一般来说留一部分给地方财政 另一部分呢 作为养联银什么叫养联银呢 雍正联监那个官啊 你看这里边写了田文静 李卫啊这些人啊 风路不高 我把这个银子呢 补充你的收入 说白了 高薪养联 这火号归工呢 就堵死了贪官 贪钱的一个途径 所以基本上他这里边啊 改革必然处及原有的利益格局 所以他得罪人多 骂他的人就多 尤其得罪一些读书人 这读书人你看 能把你的事写下来 通过自己的笔和嘴 能传之后事 所以雍正啊 给我们好多人印象当中 这皇上不怎么地 那么说历史上 真实的雍正是什么样呢 是不是跟雍正王朝里写这个 高大权 样样都好翻 也不是 咱们实事求是说呀 雍正王朝这部剧呢 在一定程度是美化了雍正 方案有点翻过头了 有的地方方案是对的 雍正总体来说是个有作为的皇帝 他是工作起来非常认真的 绝非交涉淫逸的皇帝 这每天披的奏章 最多要一万多字 最少也得五六千字 每天还要接见出成功 有时候连着就是十几起 真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而且雍正有一点可以明证 生活比较节俭 你比方说这个饭菜吃完了 要没吃饱 加点开水把它当菜肠喝了 不说这个了 吃完了饭 咱们一块进宫 再一点 雍正不像康熙 雍正一辈子就留给仨儿子 康熙三十多个儿子 雍正由于很忙 很少宠幸后宫的 你比方说咱们都值得清朝皇上 探险过去拿牌子 今晚上您林姓哪位贵妃呀 这都翻牌子 雍正很少翻牌子 为啥呢 工作到深夜 泪成那一让 他就没心做这些事 所以说一般来说 皇上如果不贪女色 不琢磨什么的 只有一个合理解释 就是他呀 在这个工作上和操持国事上 操心操的太多 所以历史上的雍正 其实毁于参半 竹子 这信里说的是谁呀 用害父害母杀生杀地的 贪财好色 不知道吧 这个人说的就是朕 怎么会 哪条疯狗 敢 敢这样辱骂竹子 说朕 勃杀先帝 逼死母后 还说朕每天都喝得酒醉醺醺醺呢 每天晚上 要翻几次牌子 因为散布朕这些谣言的 其实啊 就是朕的那些弟弟 既不像民间传说那么坏 也绝不像雍正王朝里写的这么好 所以说雍正王朝啊 借着历史证据之名 给雍正翻案 没错 但是你要拿他当证据看 就有问题了 他翻丢点过头了 当然 拍电视剧 他要有一个主要的线索 要为了人物形象 要做一些改动 咱们大可不必 看历史的脸光 看待这么一部雍正王朝 只要你觉得里头拍得好 情节冲突激烈 咱看一乐 看一高兴 也就够了 所以说真实的历史啊 正像刘欢 这里边有首著名的歌唱的一样 属英雄论成败 古今有谁能明白 谁想真正明白历史 都是男人 也是